如果你内心一直想买PS5 或者别的特别喜欢的东西 只要不过分能买就买吧 如果你想买又舍不得买 一直在那忍着 那我给你讲讲我手指上这个刀疤的故事 几年前我切完菜 把刀放回去的时候 一不小心给拉了个口子 那个时候手上有点闲钱 不想投资 想换个好点的手机 买个好点的电脑 带家人旅旅游 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年代 我身边的经纪朋友 同事客户等等 周围的人全都在抢房子 就好像你不买将来肯定会后悔 最后我也被感染了 最后在限购之前上了摩扮车 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在买房之前 我发的那个朋友圈 都是好玩的好吃的 让人快乐的内容 但是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我很少发快乐的内容 经常发业务相关 赚钱相关的内容 虽然我更努力了 越来越累了 但是赚钱越来越难 我的手指就是在这个阶段破的 那时候我的手机不好用了 想换个四五千块钱的 纠结来纠结去 买了个千元机 后来一看 直接就退了 我这人啊 几年不买新衣服 我能接受 但是让我用破手机干活 我内心是抗拒的 不爽的 郁闷的 甚至是委屈的 然后一不小心就把手拿了 真成了剁手了 其实四五千的手机 那时候绝对是买得起的 但是就是不敢买 因为花钱的地方太多 收入又不稳定 有时候生病 像我把手拿了 能让人想通一些事 钱这东西 你省着不花 也会有人替你花 有句名言叫 该省省 该哗哗 骑着自行车去酒吧 我想说的是 如果内心深处 一直特别想要的东西 应该被满足 这是我悟出来的 就像我买PS5 当时钱也不富裕 我就是想买 老婆也同意买 没想到 我现在竟然做了 PS5的自媒体 还有18万粉丝 还有1996年 我哭闹的想买台电脑 没想到电脑 竟然成为我 谋生的工具 那天我问我妈 为什么同意 花7200块钱 给我买电脑 而且还是借钱买的 我妈说 当时就是看我 那么想要 就当个玩物 当个玩具 给我买的 还有我当年追女生 是打心里 特别喜欢的 没想到 我俩已经在一起 24年了 有时候 周围的人都说 有用或者没用 我建议你要听听 自己内心的声音 因为世俗的规矩 以及我们的认知 都是会改变的 只有内心最了解你 你们觉得呢